按分钟收费 你给他交几分钟 我们大陆人从小在学校就招待我们说 我们是黄河的后代 我们是黄河的子女 是阎王子孙 黄河就像我们中国人民的母亲一样 前不久我们都知道 连台湾的歌手啊 在中国的舞台上面都大言不惭的说 我们台湾人民包括我自己 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我们都是黄河滋养的后代 干我觉得干你屁事啊 黄河都不流进台湾 你一个台湾人是怎么在台湾 从小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是受黄河滋养的 你再怎么说 你说你喝着淡水河的河水 你说喝着高雄爱河的河水 我都觉得没有关系 你不要代表说 台湾人民都喝着黄河水长大 我觉得中国人听了都觉得蛮离谱的吧 黄河流到哪里 连上海都不到吧 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 黄河从中国的西部一直流到山东 从山东入海 你想想山东离台北干十万八千里 你是怎么受到黄河水滋养长大的 真的是为了人民币 为了舔共 真的一点逻辑都不讲嘛 但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中国人民喝不到祖国母亲的这个黄河水的滋养了 黄河开始收费了 我们还是得感谢党感谢祖国有好的政策 最近呢在中国的媒体上也一些媒体开始报道 说中国的部分地方开始实行黄河流域的这些省份的居民 开始要向国家缴费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些黄河里面的水 那这个影响其实蛮大的 我们不光只要看黄河流进的那个周边的区域 因为黄河它是很大的一条河 它有非常多的支流 它不只是横向的 还有树向的很多的支流 所以只要是黄河的水的话 都要收费 这个覆盖的面积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真的要收费 那对于政府的财政呢 是有很大的一笔收入的 我相信呢 这又会养足一大批的贪官无力 山东济南商河县一条黄河支流 是由村民十几年前集体开挖的 但最近被爆料 村民从黄河支流取水交地 一年要交一百多元 并且跟养老保险挂钩 有网友披露 每个县用黄河水都要交钱 如今汗的无法播种 黄河也不放水 山东从去年冬天开始干旱很严重 当地农民都靠自救 黄河这个水不就是天然的吗 那些居住的穿装 不也是这样的穿装吗 你看这都都被被 就住在那个地方 不就是那么用水的吗 休眠的费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现在这个大汉 农民太难了 买一下管道 过了晚上四点 没有现在罗的了吗 从着交地 山东河泽 辽城 宾州等地 农村也有人反应 用不到黄河水 政府还在收水费 山东运城县黄吉乡被网友曝光 黄河放一次水让农民交地 每人交水费一百多元 比前几年翻倍 山东村民傅先生表示 中国粮食短缺 就是因为农民种地不挣钱 他本人家里有地 已经好几年不种地了 黄河水收费引发网友议论 有网友认为 这是地方政府裁员枯竭的征兆 此外有网友反应 花45元买学生票来看黄河 不想再来了 那像是这样的一个新政策 在中国的主流媒体 只字位提 没有几个主流媒体敢去报道这件事 当地的村民很多反映了这件事 当地的媒体为了报道新闻的价值 就报道了 我相信如果这件事情 覆盖到 影响到全国的话 肯定会被删掉 或者是被屏蔽掉 目前影响的范围 就是那些受到影响的 那些网友关注 所以只是在当地的媒体上 有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其实并不是新政策 在山东很多地方 其实都实行非常多年了 很多老百姓呢 有苦发不出 那说出来被消音了 当大家也就渐渐的成为了一种习惯 每年就固定的去向政府交钱 你才能用水 甚至很多的田地啊 干旱了 政府也不会去给你灌溉用水 你必须要交钱 那很多人说这不是强制吗 其实我党啊 我们政府说了 这不是强制的 你可以不交 那有些农民就没有交了 但是一旦他生病 他去医院看病呢 包括一些买保险呢 用不了 因为系统全部是互通的 一查就查到 你怎么在这个政府的财政上面 你怎么没有主动的去 像是纳税啊 你怎么没有主动的去 交这个黄河水的钱呢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用保险 或者是看病 你可以说他不是强制的 但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强制 你敢相信吗 农民从旁边的河道抽水交地 居然还要钱 而且每年还涨价 什么时候河水也变得这么贵吗 根据当地村里描述 眼前这条河是他们村里十几年前集体挖的 有一部分是地下自然水 也有一部分是从黄河的一道支流引过来的水源 基本都是无主之物 人人都可以用 然而几年前村委会发布了一项规定 那就是村民种地要交水 村里要收费一百多一个人 而且这还是交一亩地 灌溉一次的费用 许多村民们都觉得收费太贵 平时种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 搞得现在很多村民不敢交地 甚至有的村民不交钱直接取水用 然而正是那些没有交纳水费的村民 结果那年的养老保险 就被卡住迟迟不发 村民们心里也都在那里 灌溉费是一码事 养老保险又是一码事 怎么能互相影响 为此他们找来了记者调查 当记者来到了当地村委会询问时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当即就表示 卡村民养老保险是不存在的事情 只是村里为了方便登记账 养老保险和灌溉费是分开收的 交完灌溉费才会收养老保险 很多户人家门口都贴上了告示 告示里记录了灌溉费里 不仅还有黄河水费 还有还卫费 农作物保险 而且是有收费标准 都是按照一亩第23块5交一次水 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我们中华儿女上下5000年文明 都没有遇到这种事 一到我们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新政策 让很多网友其实也开始在那边讽刺 因为我们想想 这就违反了大自然的伦理 这个黄河水 不管是黄河还是长江 哪怕是台湾的淡水河 它都是这片大地的自然产物 它是属于大自然的 它是属于这个星球的 属于地球的 现在开始收费了 我觉得 所以我们不光是用头去想 我们用脚趾头去想一下 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 所以在早些年并没有再全面普及 因为如果全面普及的话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难看 大家肯定会反对 所以只是在山东省测试 但是接下来为什么引起热议呢 因为我们知道黄河不仅在山东 它有非常多的省份 它都流尽了 接下来的政策就是说 要进行一个普及 扩大化 不只是在山东这么搞 全国多个省份都要这么实行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毕竟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 黄河流进的那几个省份 基本上都是农业大省 发生这种事了 我们才知道 言论自由 难能可贵 民主国家的话 你直接骂当局就好了 你直接指着蔡英文的鼻子 开始骂 你直接骂执政党 骂民进党 骂台湾政府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你不可能这么骂 因为你骂的话 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把你自己给解决了 所以中国网友 尤其是当地那些受影响的网友 非常的生气 但是又不敢骂 那怎么办呢 只能讽刺 天啊 这是啥政策啊 我没听错吧 你没有听错 这就是我党的暖心政策 他说 真是热了狗了 我们老家 就是靠农业发展起来的 我爷爷一生都在灌溉水稻 现在也是农业大户 如果政策实施到我们老家 真的是损失挺大的 农民也不容易 希望政策不要普及 个别地方实施就够了 为什么说 个别地方实施就够了 你也太自私了吧 别人那边实施要收费 你就觉得就够了 让别人去交费 还有网友表示 用河水居然收税 5000年来 中华大地上 头一次实行这种反自然的政策 希望中央彻查 把地方不作为 以及滥用收费的行为 关进笼子 你看这些网友不敢骂政府 他只敢说 这是地方的不作为 特地的强调 希望中央彻查 我们想想 如果是个民主国家的话 会存在 中央做的是对的 地方做的都是不对的 只要出了一些问题 像什么武汉 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武汉政府不作为 然后什么唐山 那个恶性的 商人事件 唐山地方政府不作为 反正中国一旦发生一些政府不作为的事情 中国人都会说 哇 中央彻查 国家来彻查 地方不作为 但是中国不用检讨 一旦出事啊 是地方的问题 中央啊 还是伟大的 我党啊 还是暖心的 所以这位网友啊 还说希望中央彻查 把地方不作为 以及滥用收费的行为 关进笼子 我只能说啊 自己就关在笼子里面的人 你怎么说 把别人关进笼子呢 因为你们 全部都关在笼子里面了 以后空气好了 也要收税了 我们要学会感恩戴德 从小就学校教导我们 没有国哪有家 有国才有家 我们应该感恩D 你看连党都不敢打出来 你连感恩党都不敢把党的名字打出来 用一个汉语拼音的D来表示 这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我们应该感恩党 没有党就没有中国 没有中国哪来的生命 这片土地上的空气 都是党赋予我们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反讽了 还有网友表示啊 还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好 我们身在了一个大好的时代 啥也不说了 感谢党 感谢国家 作为中国人 去看自己的母亲和 居然还要买门票 最近黄河虎口步步两侧 被围墙围堵起来 不给钱不让看 过分了 我们天天喊的母亲和 看自己的妈还得花钱买门票吗 其实黄河要收费 以前就有 云南和四川的交界 金沙江大拐弯处 还有山东的黄河出口处 早就开始收费了 还有网友表示 美国人这下羡慕咱了 聪明伟大的中国人 不怕经济危机 我们发明伟大的 经济内循环 直接从大自然中产生经济 以后下雨也要交税了 这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提到的 经济内循环 自然经济 绿色经济 环保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适合中国国情 是结合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产物 外国人这下估计又要被我们吓懵逼了 我们再次超车 我们超越美国的日子又近了 很显然的这些都是讽刺 然后利用中国以前大外宣 用中国官方的那种口径去调侃 去讽刺中国政府 还说什么呢 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感谢党吧 甚至连台湾的明星 台湾的艺人 曾经都说 我们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那接下来黄河水要收费了 请问台湾的艺人 肖敬腾 你要不要交钱 我知道你求婚成功了 恭喜 但是这个黄河水啊 你还得交费啊 不要因为觉得你在台湾就不用交税 你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呀 不要忘记咯